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土豆脱皮机适用于土豆的脱皮及洗净 是饭店、宾馆、大砖院校、厂矿、企事业食堂、食品加工厂土豆脱皮的主要加工设备 该机脱镜率高、破损率低、干净、卫生、生产效率高、操作简单、维修方便 是一种较理想的土豆脱皮设备 检查准备 使用前将机器放置在水平地面上 确保机器工作平稳、可靠 对各部件进行检查 对传动部位进行检查 检查紧固件是否在运输途中松动 开关及电源线是否因运输而破损 检查现有电源电压与本产品使用的额定电压是否相符 闭合断路器 启动开启按钮 是桶内剥料盘旋方向是否与悬桶盖上锁标箭头旋项一致 否则将三项业园中的任意两条进行调整即可 用软管将进水口与自来水关口接通 污水排放可根据情况接软管、放容器或直接排下水管道 机器运转平稳并无异常声音使方可视机 操作使用 保养 机器开动前将土豆从盖口放出 TP350型脱皮机每次5-8公斤为宜 TP450型脱皮机每次15-25公斤为宜 打开进水开关 向料桶内充水 适当调节进水量 把桶盖压紧 启动开关 机器工作约2分钟左右 关闭电源开关与进水开关 使土豆脱皮情况 若土豆外皮已脱镜 在料桶破脊下面放好成土豆的容器 打开出料门 启动电源开关 土豆在剥料盘旋转作用下 从桶门口自动排除 连续脱洗土豆5次左右或每次用完后 在悬桶底部将积存一部分土豆皮和泥土 这时将桶盖取下 提出剥料盘 用水冲洗干净 然后依次安装即可 所有的维护和保养工作 都必须在切断电源的情况进行 定期对基件进行清洁 对运行零件进行保养都能使基件寿命延长 每次用完将机器认真清洁一次 确保清洁卫生 清洁时不得用锐气清洁料桶 以免将料桶损坏 轴承内每半年更换一次润滑汁 选用盖机汁 在工作过程中 如果机器声音不正常 必须立即停机检查 待故障排除后 方能继续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